大家好 我是邵遺哲 比賽已經接近尾聲了 這個夏天真的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 我記得剛開始參加的時候 因為我剛創微博嘛 大概可能300個粉絲 然後一直到節目的第二期播出吧 然後這個節點開始漲粉 其實當時的心情就是 既忐忑又高興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吧 可能就是會有些不適應 因為我以前沒有接觸過這麼大眾的事情 然後也沒有這麼直接的去面向大眾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有收到一些粉絲的信 然後看完你們的文字都令我很感動 就南方和北方的天氣差 我最近可能排練比較多 然後就會出汗 但是我也沒有塗我就是 努力的習慣 所以就皮膚就會很乾 幸好選管得到六尾神清潤的目標 用他洗澡我就會覺得很棒 然後潤而不膩 喜歡特別書 我現在也只有 對我來講算是來北京吧 特別特別 應該大概總共給你們帶來了 這個七八首原創吧 我有點忘了 嗯 就真的很謝謝你們 願意聆聽 茶之魚白痴的聲音 然後 希望之後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帶給你們更多更好的歌曲 謝謝大家